阿翔 阿翔 那個 在開始之前 那大家知道嗎 可以 兩件事 第一件事你們介意我做一下 因為 因為我首先就是被弄倒 然後 第二件事如果你們不介意的話 我們可以carrolls一點沒有關係 然後你知道今天我PPT並沒有做很多 因為我今天是處在一個拿的抱枕 正在那個枕頭上面 然後像打電影 然後把我快死打我那種感覺 把他做 然後那個刀台終於在想說 到底這一趟 其實我不是只有去東南 東南我去了六個國家 可是加上我志工的部分 我有去了印度跟中國 還有多瑪尼亞 那我今天當然就是針對說東南亞之一部分 去跟大家做分享 而 你也知道就是三個月 三個月的旅程加上我之前也是 因為我就是位塞塞的 對 剛剛有一位決定 我是待了三年 我現在這個檔案 然後 我在那邊 我去印度的時候 我去印度 對 兩個月跟東南旅程的三個月下 其實太多故事可以講 所以我其實並沒有很 我只把一些我覺得 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就跳出來 那 通通的就是只有三個 而這個東西都不是所謂的 比如說國際觀或什麼的那種 那種就是單純的探索自己的過程 那 為什麼會想要去東南亞 就是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我從以前就不是一個安分的人 從我去東南亞自己一個去 你看看得出來 我從18歲 剛剛那一位志光嗎 單車彎島嗎 應該要認識一下 我18歲就做這件事情 我就跟媽媽說 媽媽要去那個騎單車 然後突出了自己 自己繞了台灣一圈 然後到後來自己 高中大學的過程 都是自己想去哪就去哪 就變成一個非常野的一個孩子 那 我會想 我在東南亞裡面 其實我走了越南柬埔寨 然後泰國、緬甸 跟新加坡、馬來西亞六個國家 而這三個故事 還有就是 我會講一段說 關於印度的那個 志工的時候的一個小故事 那個小故事他讓我到現在 一想到我都還有點累 而我會覺得說 我身處在這個地方 其實是無比幸福的一件事情 OK 那 第一件事情是關於 所謂的 到底台灣青年跟中國青年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直到成為一個牛逼哥的故事 誒他這牛逼我沒有騙你 聽完你會嚇死 因為我當下聽的時候我就嚇死了 這個牛逼哥 他是我在越南第一天 河內 其實河內才是首都 不是胡志明市 我是到當天才知道 不知道我不是 完全是一個傻蛋的概念 他 在我進了第二天 呃 越南河內第二天的時候呢 那個 牛逼哥來了 他旁邊就丟了一個包包 我一看到就知道他是小的 因為我自己騎過南車嘛 我看 我把他英文在問他說 Where I come from 他說 I don't speak English 那大哥是哪裡啊 你說中國哪裡來的 你說中國哪裡來的 那個那個那個 那我說 你是中國來的嗎 沒有 我說我台灣的 喔台灣來的 同鄉同鄉 那個 OK I don't mind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聊的時候在幹嘛 他說他跟我說在幹一件事情 他跟他用另外一個partner 騎腳踏車 很好 騎到環遊全世界 他從那個成都翻了那個西藏 翻了五個月到越南 我遇到他的那個moment已經騎了五個月了 然後他的裝備 他存了兩年的錢 跟他的夥伴去了 就是說要掃遍全世界 壞沒有了 但是當校圈這樣子澎湃 然後呢他也跟我講過 他說我從他的身上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他一個英文都 一句英文都不會講 他全程的過程都是一個手機 翻譯軟體 然後就去 那我就想說 為什麼你們都這麼敢 都不怕死啊 他就說沒有啊 就是單純想做錯 我就去做這件事情 對 而他講的另外一個故事是 他在那個西藏的時候啊 在座女孩子有沒有自己去旅行的經驗啊 應該說沒有 他在那邊遇到一個女孩子 他自己用走的 走西藏 走西藏 然後遇到了三次狼群 然後被 其中有一次被狗咬傷 他整個過程都還在走 他就為了一個人想要去 嘗試說我旅行的那感覺是什麼 一個人走西藏三個月 二十歲的女孩子 那年大學 他給我感覺就是 反正那種華雷威兒子 是一個非常有勇氣的一個 一個過程 非常可怕 所以他是我遇到的第一個 一件事情 會讓我覺得說今天 在大陸覺得說 台灣太安逸的一個狀況下 有多少你看不到的人 是在外面做你沒有想過的事情 對 我就說這鬼啊 是不是 你可以幫我 那個 可以幫我往上按一下嗎 這個 我是跟你講 因為這故事是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 拿一個大陸 那這個嗎 德國女孩這件事情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當然不會 花太多時間去補塵 德國女孩他是 志工系 志工系什麼 社工系 然後他是 自己一個人 也是來東南亞 他打算在一年的過程裡面 跑遍每一個國家的機構 去做所謂社工的這件事 他現在還在網 我遇到他的時候在泰國 這張是我在泰國的時候拍的 他是去年十一月左右 而他現在人在越南 他打算可能五月或六月的時候 會來台灣 Maybe I don't know 所以也是 他站在過程中 我從他們 他跟牛皮疙瘩 對牛皮疙瘩 牛皮疙瘩 身上看到的是說 他們是透過一種在 判索 就有行走 去判決這個世界的方式 去找出說 我到底喜歡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我能做什麼 我不能做什麼 即便他的 本身的條件有限 他不在乎說 我到底有多少的 他不太在乎的東西 他只想做什麼 OK 我想要做 我就去試 因為在他們的身上 我看見就是 You have nothing to do 這件事情 他們永遠都就是 試著再說 所以 他們兩個 我跟他還有聯絡 然後我跟他就是 他們兩個 算是我到現在 對於遇到的人當中 非常非常的 有收穫的一件事情 哎呦 天啊 怎麼沒有想到 他要快 我還準備那麼久 OK啊 你可以直接幫我按一下嗎 下一項 下一項 然後台商是 台商是因為我在 世界公民島的時候 你們有去過 有聽過世界公民島嗎 有 他們那時候有辦了一個活動 是在於什麼 去執行任務這件事情 到海外 然後我是在 越南的 最後一站到 胡志明市之前的 那個城市 我突然覺得 我在那個 十年前以前的旅程 全部都是在做馬看話 全部都只是在 歐巴 那我 並不是為了探索的探索 只是為了玩 所以我 突然在想說 我到底當初 為什麼要來東南亞 其實很大一部分時間 我想要在東南亞 找工作 可是因為我沒有去過 我沒有概念 所以我才決定 飛包去走一圈 我再來決定說 我有沒有可能 到哪個地方去 所以我呢 我就很自然地去找個台商 然後跟他們聊的時候 在越南 我遇到越南跟泰國的 都是滿大咖籍的 你知道那個三泰籍 我家 還賴了一個禮拜 然後就跟他們聊說 越南的 他們對於越南當地人的看法 越南的產業 然後我自己的 他們 眼中的台灣的青年 跟他們自己想像 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包括泰國的也是 我們就 交流了很多 關於這方面的一個 醫生通好 你不能講通話 這些 knowledge 的東西 都非常的 會讓我覺得說 從這件事情 讓我知道說 有些東西 你能不能做到的事 你沒有去試 你又不會知道 因為他們這個 其實蠻扯的 我在網站上 然後我打越南台商會 就跟網站出來 然後這麼多人 媽媽能喊 一百多個影視當中 就跳了其中幾個 然後最右邊 這一個 他就是在我寄出信的 三十分鐘之間 就回我說 今天晚上有個parting 你要不要來 OK 夠 然後我去的時候 第二天我說 後天有一個 夜天有個parting 你要不要來 四十多歲 五十多歲喔 兩個孩子的嗎 就帶我去parting 然後認識他們當地一個 會講中文 會講中文的那個 那個越南女孩 就是 因為這樣的方式 認識了很多 就是 越南他們一種 生活上的一種 靠久的東西 對 可以嗎 下一個 因為我以前分享的說 都是至少說四十分鐘 所以我 沒辦法照 那個九分鐘的那個 感覺到底有多 OK 然後這是在 製造MJD 一 funk Hell 一 funk 是一 funk 一 funk 嗎 您原來 我們 一定要 你們 知道嗎 你們是 可能 Either 我 if 所以我一放張圖門 你們應該扶摸的是 他是葡萄寺獎的可能193、194年 1993、194年得獎這個作品 而放旁邊不是為了show off上面 不是 而是 讓我印象的深刻 他是在一個晚上我要從華拉納西 印度的越...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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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的橫河 我要回德里的時候 我要準備回台灣了 那個晚上因為火車delay 他delay 8個小時 正常delay 8個小時 我原本做14個小時就可以放 他就給我delay 8個小時 我那天做了22個小時 我再半個小時我就打不上飛機 在那個狀況下 我在火車站 然後在火車站就是雷達跟網 而他們的火車站跟你們現在台灣想像的都不一樣 就是有牛有狗 只是他沒有豬而已 還有什麼火雞 很多動物都在那邊跑一跑去 然後那個晚上是因為delay 大家都在旁邊等 比如說你們一個group在這邊 然後我跟另外一個 南海的男生在這邊 我們兩個坐在這邊 然後因為我當時是帶了那個晚飯在身上 然後我這次坐那個 因為他們叫兔兔 很小台那種車 然後去那邊吃 其實突然 因為過沒多久突然有了一個 一個 我真的會講直接一點的企鴨 就是他是要跟你一起跑的 他就走過來 然後走過來 然後拍拍我 然後我就這樣看著他 想說他可能知道我要飯 可是我當下不願意給 不願意給不是這個時候 因為我很討厭就是 我感覺我今天是 我要有點野心的 我不喜歡我吃聖的 然後還給你 那對我而言 我對他是一個不自信的狀況 可是我又很納悶 我又很怕說 萬一他不會 我這樣餓怎麼辦 我就給他了 然後給他了之後 他做了一件事情 然後我當下我就哭了 我到現在有時候回想起來的時候 我還是會有點覺得 媽呀 我喝得很能夠站在這 他把那個飯拿 拿的時候 他包起來 然後把他收到 你知道那個是穿那個 他把他收到他的那個 某個 我不會講 反正就是一個可以收納的地方 然後他就突然 他就突然跪下來 跟我割三個想頭 一個 兩個 三個 然後 你知道在印度那個地方 他們是 他會 他做一個動作 就是 他摸我的腳 就是他摸我的腳 然後放在我的頭上 我看到這個我就哭了 然後我眼睛就一直流 然後我就 就是他在割頭座 我就已經哭了 一直在插我的眼睛 因為 你知道印度 對印度來講 我不會當印度人 這個動作 對他們來講 是 你今天這個動作 就是我在他的心裡面 的意義 就是無比的 無比的崇高 你知道嗎 可是當下我只覺得說 這條飯在台灣 也不過40、50塊 而 在台灣從來沒有聽過說 有人會因為這樣的熱死 可是他們每天在火車站 都得為了 這碗 這碗 這碗飯 去整那一口氣 那 台灣 可是當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這個 這個 image一直到我腦海裡 我每天 包括我昨天在那邊 都會喜歡的時候 看著那些 餐桌上那些 魚啊 肉啊 我都會覺得說 今天台灣是這麼樣的幸福 這麼樣的一個 好的一個environment 我們都想到它變得更好 那 我們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 今天 上海 我們拿到 你看那個酒是也可以開人 你看那個水是應該的 可是你知道多少人 因為 在他們那邊 永遠只有肯定有餓死這件事情 並沒有所謂的 你說 呃 什麼 給吃著飽啊 什麼 沒有那種東西 因為頻率差距太大 所以從那時候回來了 我會覺得說 我會覺得 自己 在心態上 那一段的detail 我就也不再 只要做多題 就是說 在心態上 我會覺得 不管今天台灣 在國際的情況上也好 他做了很多 FTA 被外交上的鼓勵 或者是社會上 選舉上 政治上 等等都好 不過 上半我還是認為說 他是我現在遊走的國家裡面 我感覺說他可以 他未必會是最好的 但他是生活上是最舒服的 是最舒適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會認為說 我可以把這樣今天帶回來 給大家一個心思 就是說不管你從什麼角度看 他都是一個配置的 Developable mode 就是把變得更好的一個國家 這樣子 對 好 現在應該就沒有了 然後如果說你們等一下 有想要聊到可以再找我 對 OK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